日本东京奥运即将开幕 据日媒报道 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塞考虑要访问日本 消息已出引发日本网友的讨论和言语 中共肺炎从去年初蔓延以来 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塞 就一直待在世卫总部所在地瑞士附近 但有日媒报道 谭德塞可能会在东京奥运期间访日 引发日本网友热议 有网友说 只是单纯的作秀或是来参观奥运的吧 WHO要帮忙的话 派实际做事的人来就够了 会谈的话视讯就好了吧 他不是害疫情扩大的祸首之一吗 当初说不用戴口罩 感染不会扩大 害全世界乱成一团的人就是他 派出中国的调查团 也是等到证据被湮灭了之后出发 疫情根本就是人祸 他只是想替之后的秘书长选举铺路吧 绝对不能忘记就是他在当初 疫情爆发的时候包庇中共的行为 导致疫情防堵太慢 造成全世界感染 他是想来看奥运比赛的吧 东京奥运原地在2020年7月24号举行 但受到疫情持续升高影响 国际奥会与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在去年3月24号发布联合声明 决定延期到2021年 而日本政界对于坦德塞协助中共满意 打压台湾也多有不满 东京奥运开幕 在急但近期东京疫情持续升温 新增确诊病例数增加 日本政府也还在考虑是否开放让观众入场 譚德塞传出将在冬奥期间访日 格外引发关注 新常人电视林玉堂尤翰宇整理报道